在之前的影片介紹過Lens Low及PMC小樣機 今天要來跟大家更深入的介紹PMC PMC是Permic Magnet Coupling的縮寫 中文是永池連軸器 或稱為永池偶合器 再複習一下Lens Low 當磁力線通過同導體 靜止時不會有作用 當兩者有相對運動 磁力線在導體中移動 產生感應磁場 而產生扭矩 當兩者越靠近時 磁力線越密集 產生效應越強 扭矩越大 當兩者相對運動越快 效應越強 產生扭矩越大 轉差越大 扭矩就越大 相對運動越大 兩者感應同期磁場越強 產生相互排斥的力量 也就是所謂的磁旋物效應 在PMC小樣機的影片中可以看到 銅盤跟鋼盤是連接在一起 磁盤的磁石則是一陣一附的排列 當馬達轉動時 會有三個力量作用在泳池盤上 第一 鋼盤及銅盤向左側移動 相對磁石遠離端的銅盤 會產生與磁石相反的磁疾 異性相吸 所以會有一股拉力 第二 磁石與鋼盤會有一股吸力 第三 相對磁石靠近端的銅盤 會產生與磁石相同的磁疾 所以會有一股推力推著磁盤 這三個作用在泳池盤上的力量 其Sigma方向的合力 等於力量1 在X軸的分力乘上磁石數量 加上力量3 在X軸的分力乘上磁石數量 在X軸方向的合力 也就是產生扭矩的力量 另外SigmaY方向的合力 等於力量1 在Y軸的分力乘上磁石數量 加上力量2 在Y軸的力量乘上磁石數量 減掉力量3 在Y軸方向的分力乘上磁石數量 在Y軸方向的合力 會造成磁盤被吸引或被排斥的力量 磁盤上磁石分布為一陣一附的組合 藉由改變銅盤與磁盤的細細大小 來改變傳遞扭矩的大小 達到轉速的控制 所有的連軸器都有以下的問題 不論在軸向、鏡向或是角度上的偏移 都會造成設備的軸承及油封損壞 真正的泳池連軸器外觀是長這樣的 銅盤裝在鋼盤的內側 經由HUB連接在馬達驅動端 中間磁盤連接在負載側 兩者之間綠色的部分則是氣息 兩個構建完全沒有實體連結 不管在軸向的串動 或是鏡向的誤差 甚至在角度上的偏移 都有非常大的容忍值存在 正如PMC小樣機介紹的影片中所展示 誇張的角度偏移下 仍然可以平順的運轉 而不會造成設備損壞 泳池調速節能技術的十大優點 高效節能 構造簡單 安裝容易不怕惡劣環境 軟啟動 可大幅縮短啟動電流時間 具滑插保護不怕脈衝型負載 容忍對心誤差 隔離並減低震動 延長設備定期保養維護的時間 增加設備使用年限 無斜坡 無電磁坡的干擾 最終可降低業主 長期對設備維護保養的總成本 泳池連軸器目前在台灣 已有非常多的安裝案例 以下針對部分安裝在各個行業 及應用設備的案例做介紹 這是應用在水泥爐石頁 功率560千瓦的IDFAM 具有優秀的節能及軟啟動效果 應用在塑化頁 功率310千瓦的排風機 節能效果明顯 安裝於造紙葉 功率168千瓦的冷卻循環水泵案例 這是銅箔生產業 功率90千瓦 安裝於回收排風機的案例 石化葉 安裝於功率355千瓦的離心泵 這是具獨轉保護功能的 泳池連軸器 安裝在鋼鐵廠 功率是12.5千瓦的 礦石皮帶輸送機 取代原本使用的 EA連軸器 大幅減少了維護保養的工作 且兼具獨轉保護的可靠度 這也是具獨轉保護功能的 泳池連軸器 安裝在水泥爐石葉 功率40KW的抖身機 同樣是取代原先使用的 EA連軸器 安裝在塑化葉 功率100馬力的冷凍水泵 節能效率超過50% 一般熱媒泵的轉速 普遍為3600RPM的高轉速泵 且放送的熱媒油溫度 均高於200度C 在高轉速及熱對心的困擾下 容易造成油風漏湧 安裝泳池連軸器 可大幅解決上速困擾 又可達到節能效果 這是目前台灣安裝過最大的 泳池連軸器型號 應用在化工業 功率820KW的冷卻水循環泵 節能效益非常良好 投資不足一年 即以回收成本 以上是泳池連軸器PMC的介紹 或許會再針對泳池調速器PMD 做詳細的介紹 請持續保持關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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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stically 謝謝 謝謝